史詩記的記載 巴黎 就好像那些人耕眾 就要蒙天打掛 要拜一些神 當時加拿地 當地的民族就拜巴黎 另外再拜另一個就是這個神的老婆 叫做阿斯特勒 阿斯特勒是掌管的生育 就是他的生育後代 要拜這個神才可以 對於他們的意思來說 當時當地 他們要耕眾 他們要生活 他們似乎是輕看了這位耶穌和上帝 而是沾染了拜當地的假神皇像 慢慢就是龍龍 出現了很多的哀愁 漫漫漫漫漫漫 他們的生活就陷在象律當中 以至於當我們看 在二章第十一節和十五節 其實一直在說 他們陷在這種情況之下 以至於他們都被當地的民族有所攻擊 而他們甚至於說 抵抖不夠 啊 上帝 你帶我來這裡 啊 上帝 我今天搞成這樣 你是不是真的救我 很多這些景象 以至於在第十六節 怎麼說呢 耶穌說是輕起時事 時事就拯救他們出來 搶奪他們之人的神 哇 似乎就好似說 以從他們攻擊他們 去拿走這幫人的神 最重要的 所以 拿著這句話 我們聽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種的 是在討告極其困苦 但是 要說他們是聽到他們的哀愁 聽起時事去救他們 在討論一天 這些信任抗血